路口出一臺機車突然停下 後方騎士煞車不及當場追撞上去 兩車兩人雙雙摔倒在地 結果等待警方處理之際 路口一陣混亂 有一輛車子為了避開事故現場 因而變換車道 沒想到又導致兩臺機車發生碰撞 同一個路口十五分鐘 發生兩起追撞事故 車禍就發生在台中太平區 中山路二段與環泰東路口 六號下午兩點多 警方後續實施酒冊 四人的酒精反應均為零 出不了解 第一輛機車當時停下 因為號制燈正由黃轉紅才煞車 沒想到導致後續一連串的事故 不過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是要等警方進一步調查釐清 而兩起事故一共造成一男一女 手腳擦措傷 索性沒有生命安危